包装多里多梭的拿起眼前的剑,一剑刺向了钟葵 钟葵呵呵一笑,对着包装说 你看,你不也扎了我一剑吗?那我死了吗? 那卧龙修道多年,这些皮外伤怎能要了他的命? 钟葵走后,包装第二天立刻开膛,重新审理卧龙被害一案 果然,武作经过重新验尸之后,发现卧龙这人在死前被金人风雪 卧龙夫人说,他们自己都不会金针风雪,那柳燕琴更不会了 这个展招让你们失望了,要是何家静的话就太完美了 只见他来到了铁匠铺 其实这只金针是有名堂的,叫做金针追魂 被中原之物,针中未有古毒 重针者魂飞魄散,身体无损,让你撑行尸走肉 同有躯壳,彼此还要惨啊 展招与铁匠对话正好被戴元外听到 他连忙跑回家,告诉妻子段红说 包黑炭已经查到金针了,这下麻烦了 段红一听这个,吓得连忙与戴元外一起收拾基因细软,准备跑路 戴元外却在包袱中发现了个骨灰罐子 气得他大骂我了,更是直接摔碎了骨灰罐 而段红则是苦苦哀求戴元外 看在这孩子叫过你爹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这一耽搁还真走不了了 展招找上门了,这展招一句客套话也没 来了就说自己是来翻查卧龙这人的案子 而大元外说自己其实跟卧龙没什么交情 只是以前跟他学过个一朝办事的 算办个师傅吧 展招又说想见一下云外夫人 云外就赶紧请出了夫人 展招看着段红说 看夫人面相应该是云那人吧 不知你可否见过这些金针 对段红看见金针后立马神色慌张 连忙说自己没见过 展招看问不出啥了,也就走了 向赛路对师妹柳月琴用情直深 将她的尸体存放在山洞内冷藏起来 然后决定跟师妹死在一块 可是她尝试了各种方法 始终无法去死 连死都不让死 这去哪说理去 姓亏咱们俩来找一步 要不然那小子不白死了 柳寒烟拿出雨伞 把柳月琴从里边放了出来 这柳月琴一看到自己的尸体后 突然又不想还原了 她觉得这肉身已被自己师父玷污了 就算还了羊也不能跟师兄在一起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再问你一句 你还不还羊 不还羊 钟馗告诉她 如果你错过了今天 你再想还羊 就得等七七四十九天 到时候尸体腐烂了 你就是再后悔也晚了 你可想清楚了 不必再想 我愿你随天师回地步 好 柳寒烟说 那就来吧 于是就把柳月琴收尽了三里 这钟馗还是心善 她这小姑娘到时候再后悔 就用法术给山洞打了个结界 保住她肉身不腐烂 浑浑噩噩噩的向塞路 在大街上遇到了带员外 怎么说他们也算半个师兄弟 这带员外就邀请她去家里小酌一杯 这向塞路几杯猫尿下肚 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说师兄 当年你孩子死了 我看你倒是不伤心 反而师父哭了好几天 哭得都快渴血了 说的两口子是无比的尴尬 于是带员外就悄悄地跟着向塞路 然后从后被偷袭 一剑将她给杀了 这一下向塞路终于高兴了 总算可以死了 但是没想到 钟葵却在这悬崖底下等着呢 柳叶勤见师兄就要死了 便苦苦哀求钟葵救她一命 钟葵这人就是心软 最见不得女人求她 就让小鬼抬着向塞路走了 天师 我求你大花慈悲 救我师兄一命的 为了救她 你肯不肯 放弃投胎转世的机会 永永远远留在地狱深处受苦 永世不得朝生 我肯 钟葵说 那就可以了 她现在这状态 唯有一命换一命才可以救 你放弃了投胎机会 就是让出了一命 那我现在就将你打入地狱深处 永世不得朝生 永世不得朝生 来吧 来吧 感谢观看